在何泽市东明县有这么一对夫子 42年来一直照顾了一位和他们无期无故的老人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老五老一吉人之老的崇高品德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石透 是东明县余沃街道草满城村的一位村民 1980年42岁的张石透因为家庭变故变得精神失常 每天魂不守舍地游荡 1981年东明县东明吉镇回民王庄村村民崔广德 遇见了张石透 新生同情将其带到家中 张石透很快融入崔广德一家 孩子们亲切地喊他石透书 张石透称呼崔广德虎梅英为二哥二嫂 但就在1992年崔广德突发脑溢血 弥留之际他将家人喊到床边 交代子女一定要留下石透兄弟 为他养老送终 崔广德去世后 崔玉成一家人继承了老父亲的遗愿 像往常一样悉心照料石透书 后来崔广德的两个大儿子结婚后相继搬出居住 女儿也出嫁了 伺候老母亲和石透书的任务就落在了三儿子 崔玉成的身上 但是大家谁有时间谁就会回来陪石透书 随着张石透的年纪越来越大 崔家的一些亲朋好友劝说崔玉成将他送到养老院 尽到赡养的义务就行了 但崔玉成拒绝了 他没有忘记父亲的临终遗言 也从没把这位石透书当作外人 我一直不同意 如果我不放心 他跟着我 我随时能看见他 能看到他 能看到他 我心里还踏实一些 送到那个地方 他毕竟他还是一个人 假人不收着 还是不放心 感谢观看